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欸阿德 你今天急急忙忙把我叫來錄這個 是有什麼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嗎 沒錯 因為我們三月房市的一個黃金月 即將來臨 讓我們觀察到一些動態的一些數據 可以跟同仁做一些分享 對 我有聽過一句話喔 房市好不好指標會說話 就讓阿德來跟我們大家說一下指標 告訴大家什麼吧 那其實房市的話 我們長期觀察兩個指標 那同仁大概會有一些印象 那第一個指標 其實就是一個買賣一轉動數 去年整年大概是 維持在27.8萬動 這樣的一個水準 它大概已經程序 連續兩年 一個觸底的 一個反彈的一個走勢 那另外一個 比較關鍵的指標 那我們當然知道 市場好不好 第一個有感覺的 讓我們中介第一線 一定是感受最直接 那有一個數據剛剛出爐 財政部統計 比去年的一個仲介業的營收 就是做了多少生意收 多少佣金 開了多少發表出去 那全年的一個金額 大概是500億左右 這樣的一個水準 那500億的一個 營收規模 大概就是 最近四年以來 最高的一次 同時跟去年同期 比起來大概成長了14% 左右這樣的一個水準 所以不管從 房市的一轉動數 或從仲介業的 這種營收的一個規模來看 那市場趨勢很明顯 就是呈現一個觸底後 那連續兩三年的 這種反彈的一個走勢 從剛剛兩個指標 我們可以發現 房市其實已經觸底回溫了 可是其實同仁 更想知道 這個房市到底有沒有動起來 我們再從兩個先行指標 可以發現 房市其實早就已經蠢蠢欲動了 對不對阿德 沒錯 那我們房市的話 我們看兩個指標 很直接的 第一個 就是民眾要看房子之前 他可能會上網 做一些功課 去找一些物件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民眾在看我們新一房 我們官網的物件的瀏覽量 那跟去年的第四季 這些房市還不錯的 一個時間點比起來 大概也是成長了22% 23%這樣子的一個水準 所以第一個 其實民眾在於 他們上網的時候 已經洩漏他們對於 房市的一些熱度的看法 所以他的一個點閱量 其實是明顯增加 那第二個呢 其實民眾在看完房子之後 他對這個房子有興趣的時候 他會請業務跟我們聯絡吧 他會有一個這種預約 產生一個網買的一個回饋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這種網路的這種預約 抗物的一個買方的數量 跟去年第四季比起來 足足多了六成這樣子的一個水準 這樣子的量其實表現 看起來其實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我們預期其實在三月份的話 其實就有機會去反映 這部分的一個買氣的一個回漏 你剛剛講的頭頭是道 聽起來很有道理喔 可是你前面有提到 三月是房市的黃金月 你憑什麼這樣講啊 沒錯我們去做一些調查 那其實每年的三月份跟四月份 一個件數接頭的數量 大概是一萬五千件左右 跟其他的月份比較起來 平均大概是一萬三千件 所以房市來講的話三月跟四月 市場產生的交易 大概是平常月份多出了15% 其實房市的三四月 大概就是一整年來講 至少上半年房市最精華 最熱絡交易的一段時間 就是在三四月